哈喽大家好我是怡婷 财经急诊室即将要办一个快赏活动哦 只要截取节目中出现的小彩蛋截图并回复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 前五名我们就会送理财周刊最新一期的杂志 只有前五名哦大家要抢要快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怡婷 那今天请来华信头裤洪一君宏老师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苹果的组装厂鸿海 投资人应该要怎么做观察 老师你怎么看 我相信在苹果的组装厂来讲的话 大家会去联想到何硕这家公司 因为鸿海跟何硕 他是分死在iPhone的组装部分的订单 那我相信在现在比较纳闷的地方是说 那同样的是帮苹果代工的鸿海跟何硕 那为什么鸿海呢 在三页的营收可以创历史的一个次高 那何硕确实呈现一个比较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个我们要去从鸿海的一个产品 来做一个分析 因为鸿海它有三大的一个主体 那当然其实我们看到的三页份的一个营收 它最主要是在通讯的一个部分 因为鸿海它是比较多元化的一个经营 那何硕呢它纯粹是一个比较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左势 但是说我们从在去年在iPhone10呢 一个销售的不佳的一个状况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帮苹果代工的鸿海 包括了何硕的一个股价呢 其实从去年的这一路跌 跌到现在可能已经见股了啦 那或许说大家说那现在鸿海的营收 创例子新高那现在来买鸿海呢 那是不是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但是各位可能呢 有看我们财经急诊室的应该很清楚 我之前呢已经跟各位分析过了 鸿海呢为什么股价会弱的一个原因 因为鸿海呢现在的子公司 工业互联网呢在A股呢挂牌 那当然在短期它把获利的一个部分呢 已经转到呢这家公司 所以呢以目前呢 那当然鸿海在等的是这些子公司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贡献 但是法人会疑虑嘛 为什么外资一路的在卖鸿海 那这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 那最近各位看到 鸿海的是连十一卖 但是呢大力光呢 在昨天呢 来到3000块的一个大关之后呢 这个都要外资开始大幅的做买进 所以以目前投资人可能很多人呢 都一直在等待鸿海的一个买点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鸿海包括核瘦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代工的这一块 应该是在下半年的一个效率呢 才会出来 所以应该来讲 鸿海跟核瘦的股价 现在是一个打底的一个阶段 那如果是打底的话 那当然你要趁短线 能够呢去可能呢短出短进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可能会对各位呢会比较有利一点 但是说在鸿海呢 在整个呢营收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呢应该在第一季 这个淡季呢 过了之后呢 慢慢的就会持续的转好 那包括说代工的一个核瘦呢 也是一样 因为股价呢跌升本身就些利多嘛 各位看到 核瘦的股价已经呢 打底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配合时间点来看的话 应该在第二季之后呢 那这篮股价应该会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鸿海呢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看外资的一个脸色啦 因为因为鸿海呢 在外资的一个持股呢 超过五成的状况 那最近外资呢也卖了很多 那外资要不要回补呢 那当然对鸿海的股价 未来的左势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会比较有联动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要买鸿海的股价 大部分看外资的一个动作 这样可能会来的比较客观一点 好 那我们谢谢老师的分析 接下来请收看一分钟看台股 那现在台股因为中美贸易战呢 这个地方有缓和的一个迹象 当然说这一段时间呢 外资的卖电子前支股 所以在指数呢 这个部分呢 可能再回撤了半年线的一个状况 但是目前呢在整个指数 因为在中美贸易的 这样占的一个缓和呢 那现在我们看到说 外资开始慢慢的在回补呢 一些呢比较占前值的 那昨天呢 大力光来到3000块呢 外资大减便宜 所以呢在昨天呢 外资呢开始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所以接下来台股 那当然在第一季 包括呢在三月份的营收公布 那我们看到说像大力光的这种指标股呢 这个股价呢 它会不会呢 在这个地方外资持续的一个买超 那大力光这个地方股价呢 会不会持续的一个上涨的话 那对电子股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效应呢 应该的非常大 所以呢 接下来台股指数呢 会不会再创高的话 那大力光呢 这个地方要带领整个台股呢 往上去做一个攻坚这样的一个动作